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仙逆》 作者 尔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735集 塔山 仙味 在塔山的身边呢,仙选族先祖老者一脸的悲戚,蒸蒸地望着塔山,两行老泪流下 孙儿 老者轻声道,这个称呼他已经很久没有说出口了 四周一片安静,但却有一股浓郁的悲伤弥漫 所有的族人全部望着塔山,沉默中透出悲哀 塔山 一声声低语,从一个个仙选族族人口中传出 渐渐地,这声音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话语 这是仙选族全族之人死客心中唯一的声音 塔山 在他们心中啊,塔山是仙选族的英雄 在无人可以对抗仙人奴夫之时,只有塔山 以其绝不屈服的姿态,向所有的族人证明 奴夫并非是不可抵抗 虽然,抵抗的代价是以生命 塔山神智此刻已然恍惚 他昏暗的双目望着天空,隐约间好似回到了儿室 听着族人在耳边不断地诉说 仙人,是我族之主 我先选族每一个人的一生都要奉献给仙人 这是我们的使命,也是我们的骄傲 我们就是仙人在这世间的使者 这是我们的荣耀 塔山的眼角,流下泪上 他恨,恨着天地不公,恨所有的仙人 王林身子从半空落下,站在了广场边缘沉默不语 老者望着塔山狠狠地一摇摇 猛地转身,望着四周的族人 以其沧桑的声音说道 族人们,塔山说得对 世世代代我们守护这里 可换来的是什么 是巫兽 是那杀死我族众多族人的巫兽 而这一切是仙人所致 我们在仙人眼中 只是那喂养巫兽的食物啊 四周一片安静 所有的族人沉默中望着老者 在他们的身上 有一股力量在酝酿 在集血 塔山曾与我说过 仙人已经不在 当年的仙界已经崩溃 此时我听文后一直隐瞒 并未与族人去说 但今天我要说 老者眼中露出奇异之盲 这是一种几乎疯狂的目光 他话语一出啊 四周所有族人顿时轰然 这一消息让他们极为震惊 他们体内那股酝酿的力量 迅速的攀升 恩公 我说的可对 老者的目光一眼就落在了远处边缘的王林身上 在这一刹那 四周所有人全部看向王林 等待他的答案 自从两个月前那 王林杀了那仙人后 恩公这个词语 便从老者口中说出 王林沉默 片刻后点了点头 缓缓说道 仙界已然崩溃 仙人已经不在 即便是有 也是极为牺牲 仙界崩溃 仙人如此对待我族 凭什么 我们不反抗 即便是死也要如塔山一样 死得有尊严 老者激动中 大喝 他的声音呢 沧桑中带着一股 植入灵魂的力量 冲击着四周所有的族人 一个个族人抬头中 双目露出光芒 这是一种反抗到底的目光 是一种宁愿死 也绝不再成为别人奴仆 成为物受食物的坚定 反抗 其中一个族人握紧了拳头 低声道 在他之后 越来越多的声音响了起来 反抗 反抗 一个个声音撕起彼伏 到了最后 几乎形成了一股风暴 王林沉默中 目光在塔山身上看去 许久 他轻声道 我 可以让他不死 他声音虽轻了 可落在四周 先选足族人的耳中 尤其是那老者 身子一颤 眼中爆出激动 他上前几步 在王林身前 十丈外停下 跪在地上 泪水流下 颤声道 恩公 死言可真 王林沉默片刻 缓缓说道 有五成把握 只是 我的神通一旦成功 塔山虽说不死 但却会成为一具 没有意识的傀儡 能否最终恢复意识 需要靠他自己 我 愿意 在老者沉默中 远处 穆尊之上的塔山 发出微弱的声音 王林神色如常 身子一步间 来到了穆尊旁 望着躺在上面 全身大半骨头粉碎 已然濒临死亡的塔山 在他的身上 已经没有了符文印记 那些所有的印记 此刻已经深入他的体内 成为了造成 塔山走向死亡的杀手 此神通之术 需要被炼化者 有坚定的信念 且完完全全的心甘情愿 绝不能有半点犹豫 否则的话 此数必败 王林平静地说道 塔山嘴角露出惨笑 虚弱地说道 不用 再说了 我愿意 王林不再废话 一把抓起塔山 身子一晃 便踏着虚空而去 远远地 在地面所有族人的目光中 王林传出一声话语 三个月内 莫要打扰 老者睁睁地 望着王林消失之处 眼中露出复杂之色 但最终啊 却是一咬牙 转身向着所有族人 沉声道 三个月后 无论塔山结果如何 我们都要冲击悬阴顶 离开这里 带着塔山 王林回到了当初 祭练法宝之地 把塔山放在一旁 直接吐出一口原神之气 包裹其身 随后他一排楚戴 立刻尊魂帆在手 一斗之下 飞出一雾 此物正是王林 在雷之仙界内 获得的又一头天鬼 这天鬼刚一出现了 便咆哮着挣扎 但在王林右手一指下 立刻因果昆极边出现 连续抽出树下 使得那天鬼连连惨恨 与此同时 王林更是目光一闪 再次拿出一个楚戴 一甩尖 树木庞大的仙玉出现 弥漫四周 没有结束 他略移沉吟 又从楚戴内 拿出了十多个头骨 这些头骨的眉心 全部都有复杂的符文闪烁 正是朱雀星上 获得的那些仙怡族 仙祖头骨 以仙玉之气 滋养你身 以天鬼之魂 助你成破 以你族仙祖之头骨 祖福 助你完善福利 塔山 我送你一场天大的造化 若如此还不成功 则是你福元不足 非我之过 王林望着被自己 元神之气 炼化中的塔山 平静地开口 时间一晃 过去两个多月 这一日 王林所在的平原内 传出一声 轰隆隆的巨响 这声响太大 即便是建筑群内的 先选族之人 也可以清晰地察觉到 一个个迅速飞出 当先一人 正是那老者 此刻的他 一脸的憔悴 仿佛这两个月 在他身上过去了数年 使得他整个人 更加苍老 王林所在的平原上 此刻尘土飞扬 一个两丈身高的大汉 在尘土中 一步一步地踏出 每一步落下 大地都会颤抖 好似奔雷一般回答 这大汉 粗眉粗目 全身散发金光 看起来仿若一个巨人 在他的身上 没有任何符文印记 但唯独眉心 却是有一个极为复杂 即便是看上一眼 也要眼花缭乱的符文 这符文的复杂程度 已然超过了想象 这大汉 双目蕴含了灵动 一步步下 走出尘土 在这巨人身后 王林的身影 缓缓走出 神色上 带着一丝疲惫 他望着前方大汉的背影 眼中露出一丝遗憾 可惜 最终只能达到杨氏巅峰 没有办法 突破达到窥孽 王林身子一动 出现时 却是站在了大汉的肩膀上 在大汉脚步的脉动下 直奔建筑群 先选足而去 没想到 消耗了大量的鲜鱼 不但使得塔山身体恢复 更是不知为何 居然增长了一倍 尤其是那天轨 若非此物 怕是在进行到第二个环节时 立即便会失败 王林踏在大汉肩上 眼中露出沉思 两次先未成功 均都是融入了天轨 这里面不知 是否有什么关联 莫非 这天轨 可以增加成功的几率不长 沉吟中啊 王林脚下的大汉 更是甩开步伐 整个人往往一步奸闹 便是数十丈 如一阵狂风直奔远处 另外 那些仙仪族先祖的头骨 也是极为奇异 在融入之际 居然彼此相互凝聚 成为了一道符文 远处先选族族人飞来 一个个震惊地望着大汉 尤其是那老者 更是激动一程 迅速飞上前来 颤神道 大汉 大汉神色冰冷 看都不看老者一眼 在王林的声音下 停在了原地 一动不动 王林身子一晃 落在地面 恩公 大汉他 我之前说过 成功后 他神志能否恢复 我没有把握 或许时间长了 能有所恢复吧 王林平静地说道 他没有撒谎 这塔山的神志 他没有抹去 而是粉碎地 存在了鲜味体内 老者一争 正要继续询问 王林却是打断 他已经在这里 滞留了太久 却开启祭坛大门 不要离开 王林的语气 不容置疑 老者 睁睁地看了塔山一眼 收回目光 恭敬地点了点头 王林身子向前一踏 直奔祭坛入口而去 途中更是把跟来的雷蛙 与文兽收入除戴 塔山紧跟其后 老者暗叹 同样飞去 在他们身后 所有的先选族族人 纷纷跟随 在路过建筑群时 从一个个房间内 走出众多的女圈 他们的身边 还跟着海统 融入至了族人的队伍中 向着祭坛走去 很快 王林的身影 出现在了祭坛外 那老者不待王林吩咐 立刻上前 双手掐绝 眉心直误闪烁 化作一道印记 小旗飞出 落在了大门之上 轰隆隆间 这大门缓缓升起 片刻后 全部打开 在大门开启的刹那 一道尖锐之声 漠然间 自大门内传出 这声音极为犀利 传出之际 仿若一把把利剑 直接冲出 王林目光一闪 一拍楚代 立刻 三面紫色小旗飞出 在他身边迅速旋转 形成一片紫色的漩涡 那尖锐之音 刚一传入漩涡 便立刻被绞碎 消散 塔山 鬼灵 王林低刻中 塔山双目 爆出金光 身子一步踏出 直接冲入大门内 他身色冰冷 冲入之后 一拳揮舞而出 这一拳的威力 抵制他尚未成为 先为前 还要强烈数倍 一拳挥舞 形成砰砰的巨响 化作一片音爆 直接在大门内的 通道中回到 通道内 那零散的黑雾 立刻好似 被狂风吹起 齐齐向着后面退去 王林眼中 寒光一闪 这一次 他已然下定决心 说什么也要离去 脉步间 他整个人 如同一道闪电 直接冲入大门内 顺着通道 直奔前方而去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 是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的 长篇玄幻修真小说 《鲜秘》 作者 尔登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更多精彩 有声书 尽在 喜马拉雅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